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回到第二次大香港 早晨 今次我們先講講國際消息 因為昨天整個國際版頭條 都是跟伊斯蘭國和一些相關的國家有關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昨天最主要的頭條 都是說聖戰時約翰的 據稱 據報導 聖戰時約翰的真實身份曝光 這件事是甚麼回事 聖戰時約翰大家知道是甚麼 聖戰時約翰之前曾經殘殺過 美國記者福利和索特羅夫 即是斬頭那條片 是的 他們曾經在鏡頭拍攝威嚇的影片 而這個聖戰時約翰 其實他就是操英國的口音 他昨天的時間被美國華盛頓郵報 和英國的廣播公司 報導他的真正身份 他的身份其實就是一個出身在良好的家庭 而且擁有一個電腦程式的學士學位的青年 他五年前曾經被英國的反恐部門扣留 以及列入監察名單 之後就不知為甚麼 出國就加入了ISIS 路透社也引述了兩個政府消息 證實了這個報導的內容是真實的 即是這個政府消息就是美國和英國的政府消息 是的 因為大家可能不記得這個所謂的聖戰時約翰 是因為當時有條片 我們當然不會再播 他是有說話的 於是很多人聽到的時候 就覺得其實他是英國口音來的 有很多人懷疑其實就是英國籍的一個 即是英國籍但是 伊斯蘭國的人 結果這個消息昨天播出來 我想說其實整個西方媒體所有的頭條 都是用它來做頭版 接近 但是其實關鍵為甚麼我們會講這個題材 就是因為昨天是很轟動的 因為剛剛這個消息出入之後 之後轉過頭就在這個 在甚麼地方 剛剛打爛博物館那個地方 在伊拉克 伊拉克的北部一個城市 好像是摩蘇爾 剛剛有一條片 就是沒有多久 在我們節目之前才剛才拿到 就是伊斯蘭的成員 就走了去伊拉克北部這個城市 那個博物館裡面 就走去搏爛那些歷史古像 那麼先播一播一條片 大家現在看到 有視像的朋友也看到 就是伊斯蘭的那個 聲稱伊斯蘭放出來的那段片 就在這些博物館裡面 就打爛那些 很多的雕塑 那麼就看一些報道 就說這些雕塑 就非常之有歷史價值 因為說到是去到三千年前的 三千年的歷史 其中包括西元前九世紀的雕塑 還有一些西元前七世紀的 一些古蹟文物 現在我們看報道說 這個摩蘇爾 就其實在去年六月 就已經落入在伊斯蘭的手裡 那他們就 那現在其實已經是整個 掌控了整個城市 已經叫做 是啊 看報道就說 去年六月開始 已經是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那除了其實這個 就是走去那個博物館 其實 因為我們都是看報道 先知道這個新聞 那個裡面那個博物館裡面 根據報道 其實三千年的古蹟文物 你這些真是一搏就沒有了 你這個是西元前 西元前就是 是沒有耶穌的時期 是啊 其實是在什麼類型的文明 其實因為看回它 它有大逆的公牛像 整個大逆的 這個 在講的是亞洲帝國的歷史 其實這些 這些我們真是 真是 我們真是無知 我不知道有一個 這樣的博物館在那裡 但是怎樣都好 你看到的就是 那個行動 已經是發生了 但是 昨天的那個報道 那個焦點 特別是在亞洲地區 就除了這件事之外 是關注的就是 因為在網上 在 ISIS 其中一個 Twitter的網 的戶口 就出了一張 類似 101 一個城市的圖像 你看到螢光的幕 就是這個圖像 那它出了這個圖像 其實是有一些 訊息 是傳出來的 那句說話是說 當伊斯蘭國攻擊你的城市 它將不會好巷 而大家在圖片上面見到 其實就是一個 101大樓 上面就是起火 這樣就表示著 就是台灣 就是這個城 台北市 可能如果當 ISIS攻擊你的時候 台灣 台灣 台北市就可能變成這樣 那 於是這幅圖出了之後 台灣當然反應大 因為 其實看回 當然了 其實看回台灣的報道 就 就 說 說 說 因為這個字是101 那座塔字是101 那周邊的地方 其實就覺得 其實不像台北的 但是怎樣都好 怎樣都好 因為其實 昨天發生這件事之後 大家就很轟動 會不會 喂 ISIS 真的會來到亞洲地區呢 會不會的 就是 甚至可能其他城市 例如香港都有份 因為我想說 看回台灣的報道 你看看 例如TVB有些更進的新聞 原來那幅圖 是 不是 ISIS自己畫的 不是 他是一個比利時畫家 在2013年的時候畫的 其實 他那個作品 就不是只有這幅畫的 他是一系列的一個畫作 他那個系列叫做 世界大乘遭毀的一個主題來的 台灣這一個畫 就是其中一幅的作品 其中一幅畫 其實他這一個是 因為我 我記得大致上 就是 是說什麼 Deviant Art 就是一些 叫做 叛逆者 脫軌者的藝術品 其中有一幅呢 就是 跟香港有關 是嗎 是嗎 這一幅是 這一幅就是香港來的 其中那個 這個 2013年那個 比利時的插畫家 他畫了一幅 就是 這一幅就是類似香港的 就是 香港如果被世界毀滅之後 就會這樣 那樣 這幅真是香港來的 真的嗎 很像 變單如串 毀滅了之後 現在的香港不是這樣 接下來的蝗蟲 來到香港也是這樣 還有你看回 中間那個 越來越窄的 維多利夏河 是維多 我不知道 別人說 當是 別人說 當是 於是這幾幅畫 出了之後 大家引起反響大 因為 因為現在暫時 目前有人說 美的 其實 其實我也覺得 其實 你看回那個 反響大 就是因為 你擔心 他會不會來到香港 而你又知道 香港政府 是 真的 反應超慢 因為他們現在腦裡 只是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擔心的示威者 擔心的人 會不會走出來佔領 你想想看 整個財政預算 他撥出來的那塊錢 都是在想買車 對付示威者 加這個編制 加到600人的 不知什麼的 PTU小組 去查利賓納那些 但是 增加了三億元 三億元 這麼差多 是啊 去年 多了14.5% 關於所謂 行動單位的工作 全名就是這樣 香港警務處行動單位的工作 部分 裡面撥款 增加了三億多元 去到 多了14.5% 增加職位方面 就是402個 其實很多新聞都有提到 就是說 花2700萬去買三架水炮車 那個水炮車的名字是很差勁的 叫什麼人群管理的特別用途的車 就是剪那些人 應該就是水炮車 其實我們時報 找到另一個 在很多主流媒體都沒有提到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 他用418萬購買一種叫做 寬頻任意波形 射頻信號產生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但是呢 據稱呢 WiFi收得好一點 據稱不是 據稱是用來監察 關擾最後的 不是很肯定 是用來監察民眾的手提電話 就是通訊 我這些我不懂 監察可以 就是干擾也可以 就是對我來說 總之就是 又是搞你的示威者 或者是想監察多些 你們的行為 你看回其實 現在我們整個政府 這個財政預算 其實是一個維穩預算 裏面撥了 特意撥了一塊錢 三億多 他考慮的就是 他們害怕香港人 害怕香港的市民群眾 但是實際上 我想說 香港如果你說 真是一個自由市場 是一個所謂自由港的話 最大危險的 不是說香港人 最大危險的就是 其實我們暴露在 整個全球危機裏面的中央 因為你看回台灣這次 有這幅圖出現了整個反應 他不是馬上走出來 就說 其實是安撫番茄的台灣群眾 就說已經是國安級的人士 或者國安主管 已經是加強保安 又已經走出來 因為其實他在台北 那幅圖是出台北 你知道 阿P 阿文哲是很快的 阿文哲 他馬上就說 其實現在有六支 反恐訓練的部隊 其實有多少呢 現在在台灣 這個台北 那裏 就準備有 這個 相應的部署 但是 但是你不能夠理解 其實是不是真的台北 或者是101 這個令到整個台灣的輿論 是有一個疑惑的 可能那裏是IFC 那裏是香港的IFC 那裏是IFC 你不知道 那裏是很難說的 但是台灣的報道 就是他們有很多種種的猜想 其中一個猜想就是 但是 就說到實在實際 真的是台灣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昨天在美國那個 不知道有一個什麼的會議 又出現了一個台灣旗 你是不是有圖 是啦 就是這圖 這圖就是 那個會議 這個會議就是2月25日 在美國舉行的 那個會議就是 這個國家檢測長協會的一個會議 而我們在畫面見到 講話發表 發言那個 就是FBI局長的康里 那在背後呢 其實呢 就插了不同國家的旗 什麼 不同State 不同State的旗 不同州份 那他呢 那 那 大家就 那大家就 看到台灣傳媒 特別都 Captain 這個 Twitter出來的 那就看到後面 就有一支 清天白日 滿地紅旗的 那樣 那就是 講這件事 就是本身FBI的 額頭 走出來 這樣反恐演習的時候 還有 反恐部署 講這個ISIS 那些的一些行動 突然間 在後面有一支 清天白日 滿地紅 於是 於是台灣輿論就出了很多 猜想 會不會是說 美國 這樣給個signal 對 你小心 台灣 還要放到最前的 是啊 還要放到鏡頭 你用常理去想想 有什麼理由 你FBI 你FBI 大家看的都看得是 你看24hours 那些都知道 即24signal 裡面 他們已經是 已經是 蒸破了這個 全球反恐的 核心的部門 來的 但是會不會這麼差 在後面插錯旗 但是他有個解釋 就是因為 根據慣例 如果有外國的朋友 過來參加 他們這個會 他就會插回 那個國家的旗 由於 那一次的會議 他有邀請到台灣的 一些貴賓來 所以他都有插回台灣的旗 即是五會來的 也不是五會來的 其實他特意插進去 但是你想想 那裡是五十幾個州份 52 但是你加支台灣旗 其實是什麼意思 就是台灣都是你美國管轄的一部份 就是照著 就是照著 其實是這樣 於是 所以台灣出了很多輿論的反應 就是說現在 譬如台灣是不是跟這個美國反恐暫停同一陣線 跟著之後 後來是不是台灣是不是整個美國反恐的亞洲 一個防禦的一個總 其中一個地區的指揮部 之類 這個是我看回台灣的輿論 譬如 譬如有一篇報道是這樣的 台美反恐合作 伊斯蘭國移工101問號 這樣 這個是民事新聞來的 其實他們很多類型的題材 都是因為看到一些圖 然後有種種猜照 跟著 但是你看回頭 他那一篇圖 在ISIS的Twitter account出了之後 那你後來大家就發現到裡面不單止只有101 他引用那個source 其實有香港 其他城市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我們香港高危呢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 嚴格來說我們香港 香港的反恐 或者其實防範一些的恐怖襲擊 香港人和香港社會是零知識的 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你甚至乎現在香港的 你再加上香港人口籌密 再加上我們那個整個鐵路網 其實大家 你都知道一件事 譬如金鐘出事的話 其實你斷了整個 一個香港和九龍之間的交通的樓 就是除了 因為你過海是靠那裡 你從地鐵地鐵完善來講 但是你只要一個地方出事 你香港沒有得防的 而且香港所有的重要部門 都是放在同一個位置 你只有一堆的話 全部都沒有了 就是你講這個新政總 就是各個政府部門 都是放在同一個大樓裡面 那你又不難怪 現在建這麼多高牆 真的 因為他們防擺自己 但問題是現在我們 我們看那個 所謂警察 香港警察的裝備 我們現在看到 最新的財政預算案 剛才你講過 你加這些東西 他自己都講得明白 我看新聞也有講過 他那個光明頂行動 那個隊伍都是 聘合出來的 所以就要加一些 空缺人手 就要做一個可能 更加合適的隊伍 如果像泰伯你這樣說 現在有些風 可能亞洲地區 都有些恐怖襲擊的情況 以台灣做借鏡 甚至乎有傳說 香港也有機會 但就算 香港警察 香港政府 用這個理由 去說他們需要 去做一些反恐的部隊 或者更加要做一些反恐的演習 其實我們不會相信他們 我們只會覺得 你肯定是 借反恐為名 其實就是打示威者 因為在香港政府的眼中 恐怖分子就是香港示威者 等於 他們堵底的地步 堵底到 譬如 這個保鮮紙 然後你身上 帶有幾隻雞蛋 都覺得你是恐怖襲擊 攻擊性武器 但你真的見到 譬如剛才那些 伊斯蘭國的成員 走去博物館的時候 那些真是 真是 真是厲害的 你不是說 這個比喻 在香港政府眼中 是低能的 但為什麼 我們會說 有這樣的擔憂呢 因為實際上 最近的報導 很多西方的媒體 是說 中國的土壤 其實是引辱 伊斯蘭國 在亞洲的勢力 裡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你譬如看回 早前有個報導 在維吾爾族 在新疆 有三百幾四百個維吾爾族 走去中東地區 然後投靠伊斯蘭國 但實際上 譬如你在大陸政府 他們那個維穩 已經是不能夠 他維持國家內部 那些示威 已經發了這麼大的氣力 他根本是 沒有辦法去反恐的 你明白嗎 因為本身這個是恐怖 本身對我們來說 中共已經是一個恐怖主義的國家 他已經把所有資源 都放在示威者身上 是 他已經把所有資源 都放在示威者身上 把所有資源 都放在壓制人民身上 但這個才是 最主要的源頭 就是因為 你特別看看 譬如新疆 或者一些藏區 藏區可能少 譬如新疆 那些地區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譬如 早前 大家可能不記得 就是 走去 譬如在 雲南那個火車站 到處斬人 有幾宗斬人的事件 那些 其實是 很多 一些 類型的情況 譬如 現在已經是 很多報道 是說 伊斯蘭國 他 去到 規劃 怎樣在中國的 疆土裡面 是策劃 這個 那個 亞洲地區 伊斯蘭國 喂 你不 你不擔心嗎 再說 就是現在 其實申請自由行 香港是超義的 再加上 就是那幫 白癡的議員 他在說 現在不如這樣 這個 一簽多行 就封頂 然後說 怕封頂 會影響經濟 就把那些 戶口分去其他地區 就是 分去其他地區 大陸的地區 分去不同的縣 省市 不同的省份 譬如分去 山東 分去 北部 譬如分去 一黑龍江 或者分去 這個 新疆地區 你很難說 就是 我們的議員是 多高智商 就是講自由黨去的建議 你是能夠猜測得到 猜渡得到 但是你看回現在整個西方媒體都集中在說一件事 譬如 怎樣我會這樣說呢 譬如今天彭博也有一個報道 有一個評論 就是 中國的土壤是 是一個 fetal ground for Islamic State 就是在說 本身中國的一個 即大陸 中國大陸 是 孕育著一個 伊斯蘭國最主要的一個力量來源 源於是因為 一直以來 整個共產黨的政府 他們壓抑 德國那班的少數民族 太過厲害 太過厲害 譬如維吾爾族 他在整個那個所謂 漢族傳統 或者漢族主流裡面 其實他們 這幾十年來 受到那個滅族 是很大的一個 我首先戴回頭盔先 我們不是贊同這些恐怖分子 或者恐怖示威 或者之類的說法 但是 實際上就是因為 共產黨在大陸的專政 對著這些少數民族 不斷用這種滅族 高壓 甚至在那個人 用一個 用一個 叫什麼 人以等分的方法 即是清朝 明朝的時期 那然後 將維吾爾族的人 就將他在這個 中國土壤裡面 無論是語言 文化 經濟上面 令到他們不能夠維生 永遠成為 在這個地方上 在大陸的土壤裡面 是第三等 或者第四等的人士 不是公民 OK 不是公民 於是這幫人怎樣 這幫人沒有辦法 可以投靠的情況下 就逼走他們 逼他們走向極端 接下來就是 逼他們走向極端 譬如之前那三百幾個 其實走了去這個 維吾爾族人 走了去中東 投靠這個 伊斯蘭國 於是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去猜想 或者之後那個危機 有多大 因為這一幫人 其實他們有中國的身分證 即是中國 所謂中國公民身分證 他們可以回到大陸 然後之後 你可以很簡單地去到廣州 你開了麥克風 日朗 你可能去了廣州 或者去了廣州 深圳 其實是有很多 譬如是 新疆 或者是 維吾爾做人 在那裡賣串銷 那你去到那裡 其實你沒有辦法去防 坦白說 那你怎麼搞呢 譬如在去年的時候 譬如在去年的時候 譬如在習近平 就是連續幾單 這樣包這些禍 就是到處砍人 然後有炸彈 之類之類 那但是 香港 看回台灣這一次的經驗 你不可能是沒有反應 而是大家不可能不怕 因為很坦白說 如果真的在亞洲 我們最近的那個土壤 即是恐怖主義的 醞釀的土壤 就在中國大陸 OK 再加上 伊斯蘭國你知道 其實不是開玩笑的 它真是建造的 那你可以怎樣 台灣 至少台灣 有自己的軍備 和一個反恐的部隊去防範 但是香港那班的所謂的反恐部隊 那些什麼光明頂小隊 就走來防範示威者 最精英那班 已經走出來 是幫忙做清場 當年 不是當年 就是幾個月前 最精英那班 就走了出來旺角 拆鐵馬 就幫忙拆鐵馬 幫忙做這個執特令 執特令 於是 實際上 你看看現在香港的情況 是值得大家擔心的 因為 講到太多信號 已經是告訴你 快要來 去到亞洲地區 那你香港政府 還是慢 為後知後覺 甚至覺得沒有事情發生 當然不是 因為你靠近那個 是一個邪惡軸心政權 而這個邪惡軸心政權 他們是透過剝削 和打擊這班 小數民族 而起家的一班政權 即是現在的一代 毛澤東那時候 不要跟我爭 毛澤東是知自獨立的 我想說 新疆 喂 但如果怎樣 結果就是說 他們要是 真是要進行一個行動的時候 香港是高危地區 而香港政府是沒有任何警戒 或者是 我們的保安局是廢的 那怎樣好呢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不斷 我們不斷 我們不斷要宣示一個 我們自己的立場 香港 我們主張香港建國的大哥 我們和中國 劃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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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和中國大陸沒有關係的 他們這班的 可惡魔術你們 和我們香港人沒有關係的 大陸 你不要 我們做一下生意 找一下吃 你去到那一刻 你去到那一刻 那怎樣 你當然是這樣說 但源頭是甚麼 源頭就是因為你中國大陸 但現在這個 很多西方媒體都是這樣說的 你不能避免的 不能避免的 所以大家就是 小心 和留意的就是 這個事態發展 我們休息一會 可以 你可說 你可以 從來